咱们先把它的那个脚剁了 剁的是不要往上剁了 鸭腿这个关节以下的地方 就基本上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关节 外面有层皮给它包裹住 避免它一个收缩 对 关节处下刀 斩下鸭脚与鸭翅 再用葱姜充分涂抹鸭肉 进入盐水腌渍 要用大量的水等来浸泡 鸭子的腥味 就是慢慢地溶解在水里 要保证鸭身外形完整的同时 给整鸭去腥 陈小厨要做的鸭肉美食 有何独特之处呢 诚哥 你的记忆里面清神 关于鸭子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最经典的几款吧 摩鱼烧鸭 苦瓜烧鸭 然后还有酸汤鸭 但是我个人的话 我更喜欢油烫鸭的那个味道 油烫鸭又称甜皮鸭 鲜卤厚炸的鸭肉 皮酥肉嫩 咸甜适口 鱼味悠长 气味独特的货香 想要恰当融入 该如何运用呢 我们还准备了这么多的 香料 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卤制 是的 13味的香料 咱们每样都得用一点 好 多种做料去腥 复香提味 在彼此融合中 形成特有的咸甜风味 白酒泡一下 对 让它回软一下 卤料包配比完成 陈哥却不及其卤汤 转而拿起货香 难道适合鸭子一同卤制吗 好 货香在这个时候就出厂了 这个里面用的是货香杆 不是叶 不是 但不能太多 太多了以后它就会浅味 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香料 将超过水的鸭子 放入灵魂老卤汤 加入作料 香味层次丰富的货香杆 可以使卤汤更加清爽通透 柔和开胃 卤好的鸭子汁水充盈 肉香四溢 接下来油锅上场 这就要开始炸了吗 咱们现在就炼一下货香油 用油体验它那个独特的那个清香味 只要擀吧 也是只要擀 将货香杆改刀切断 下入油锅 凉油直接放 可以的 让它那个油温慢慢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清出来的油的味道更浓和一点 大葱 老姜 洋葱 三成油温入锅 去腥增香 慢炸至食材焦黄干香 捞出了渣 油色清亮 刚才是金黄色的 现在会觉得有点点翻绿 香味也进去了 货香感已充分发挥风味 鲜嫩的货香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稍后揭晓 货香油和鸭肉的交锋 才刚刚开始 油烫的话 它其实是烫的是卤鸭的皮 油炸的话 它里面肉可能就一起炸了 所以烫完可能表皮酥了 但是肉里面还是汁水比较蜂营的 对 鸭肉悬于油面 用八成热的油温反复零烫 高温使鸭肉表皮水分迅速挥发 趁热抹上麦芽糖的 再烫的时候它才会脆一点 所以烫其实要烫两次 二次高温零烫 在麦芽糖的作用下 鸭皮色色中红 焦香回甜 你在平常这样就能吃了对不对 对 咱们不是有土豆吗 把它和土豆结合一下 再增加一层风味进来 小土豆煮熟后 包皮油炸 皮酥肉香的鸭肉 下刀斩块 咱们今天就用卤油做做的菜 就卤汤里面上面那层浮油 对 脆嫩的土豆下锅 煎出焦壳后 调入麻辣滋味 充分提香增色 最后放入鸭肉翻炒 红油一干上这个颜色 就感觉要冻筷子吧 得来点米饭 风味在料汁中吸收互换 均匀包裹食材 鸭肉干香出锅 令人食指大动 搁置已久的货香叶 难道被遗忘了吗 没有 还有最关键的步骤 画龙点筋的地方 就是货香叶 把它炸成那种菜松的那种感觉 油炸货香叶 油温与时间至关重要 如果油温低了的话 它下去以后 就货香叶拼命地吃油 但如果油温高了 它一下就糊了 基本上入锅就十秒钟的时间 非常的酥 货香油炸货香 香上加香 叫香香油烫鸭 香香油烫鸭 将炸酥的货香叶扑入盘中 一份升级版的油烫鸭 干香爽口 鲜辣回甜 风味妙不可言